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港股今天在低位上牛皮靠穩 我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喘息 未講這個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微升了19點 收報25771 成交相當低 只有650億 大家無心入市 觀望氣氛都比較濃烈 講回今天恆市的走勢 大家請看看恆市的圖 其實今天是低開高走 不算太差 昨天就很差了 記得昨天跟大家說到 恆市裂口下破26000點心理關口 而這個心理關口恰恰 又是黑色的短期上升軌 和紫色的50天線所在 一下子裂口下破了之後 短線就轉為紅燈 怕它要再進一步下跌 現在來看其實都不是很好樣 因為今天只是輕微反彈 就無力重返星期一的下跌裂口之上 昨天跟大家講到 那個下跌裂口主要的阻力位 現在就在裂口頂 大概就是26,055點 即是上個星期五的低位 後市必須要重返這個低位之上 即是你大概都要站在原本這條上升位之上 26,055點關口之上 和五十天線之上 如果你站到上去這些 即是2605,055之上的話 當然有機會回穩 否則的話可能都是要下市 是綠色箭咀所指的 即是11月13日的低位 大概25,000到25,100區 11月13日低位 是25,092點 剛剛就是補了部分的 倒形底的上升裂口 這次仍然還是有機會下去 暫時來看只是一個喘息 即是在跌的途中 只是一個喘息 今天造成港股有機會喘息 最主要有四大原因 第一個原因 昨晚美股反彈 導致昨天最低的時候 跌穿24,000點心理關口 10月的低位都跌穿了 上升軌跌穿了 最低的時候見過2、3、8、8、1 但是跌成近500點 這個跌了500點之後 都可以反彈回上來 還要是倒升收市 當然是好東西 所以今天支撐到港股 都有一個喘息的跡象 另外第二個原因 就是中美貿易談判有些曉光 今天有報導就說 美中展開新一輪的貿易談判 美國裁長老陰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通電話 大家商討中美貿易問題 市場為之樂觀 所以刺激到美元對人民幣下跌 即是人民幣上升 就升穿6.9這個心理關口 現在就報6.8971 現在陰燭你所見的 陰燭就是人民幣升 陽燭就是人民幣跌美元升 所以現在對港股都是有刺激利好的作用 所以令到港股都有喘息的機會 第二點是這樣 第三點就是內地公佈的11月份 新增貸款優於預期 是達到1.25萬億元人民幣 教市場預期的1.1到1.2萬億 就為多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上個月新增貸款7千億都不夠 前一次只有6.970億 現在公佈有1.25萬億 即是環比多了很多 所以刺激到都是利好的 不過這個利好又不是非常極大的利好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跟預期都不是多很多 第二就是M1和M2增長不是很多 新增貸款太多出去 但是沒有此益度 港股貨幣M1和M2大幅上升 M1只是同比增長1.5% 是5年以來 即2014年1月以來最低的增速 而這個M2同比增長8% 這個是有紀錄以來 即是內地最低的增長 這樣的情況 慘 即是對股市的刺激作用有限 因為那些錢 他爺爺就是想那些錢流去實體經濟那裡 就是貸款的錢出去 就是實體經濟 就不是流去炒東西 所以是對A股有些幫助 因為實體經濟好都是有幫助 但是就不是很大幅幫助 所以A股今天都有些升 但是幅度不大 只是0.4%都不夠 去回2594繼續在三個月之內增持 但是也好 都有幫助港股有個揣息的機會 第三點 第四點 就是歐洲股市回穩 歐洲股市這陣子都跌得很傷的 但是這一刻就有些少少回穩的跡象 德國股市你見到現在大概升80點 0.8%左右 那你見到它11月下旬 到12月上旬 這段日子是日日都陰燭的 日日都跌的 破底的 那現在可能有少少反彈 所以也有助港股回穩 其實法國的股市和德國的股市都很相似 都是在11月下旬 12月上旬 日日陰燭的 現在都是升到0.7%左右 那主要原因就是 法國那些黃背心事件有機會平息 其實以前每年到秋季 法國都大罷工的 不過通常都是在12月之前 就是放聖誕假之前就談好了 現在拖到12月 今天是11日 如果過了15日 大家放聖誕假的 還必須和你罷工 所以現在快快早早了事 應該有機會好一點 而英國那方面 就因為脫鉤的問題 文翠山就沒有強行 給國會那裡要通過 所以都對英股有少少刺激作用 也都升到0.6%這樣 那總結剛才那四樣東西 港股所以今天是喘息的 在跌市圖中有少少反彈 但是是不是就是好呢 還不是 一定要上回去 26,055點之上才為之好 大家請看賣國企指數 今天都還是要跌的 雖然跌幅不多 0.3% 但是就是反映出 其實現在港股都還是弱勢 大家這段期間都是觀望為上 好了 好了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